Hello 大家好 我是招媽 今年暑假我們帶了MM去中國的避暑性地 雲南省幾個高海拔城市 第一站我們去了雲南省中部的昆明 昆明的平均海拔1900米 夏天的氣溫都很舒服 來到昆明的國際機場 在我身後有個很厲害的恐龍骨 我們剛才的班機是5時起飛 來到這裡已經是8時50分 因為我們班機延遲了半小時 等行李等了很久 其實搞一下搞一下都差不多5小時 其實我們有想過乘高鐵在西九龍去昆明 但是行車時間是7時48分 我們怕小朋友頂不上坐這麼久 所以最終都是決定坐飛機過來的 可以考慮乘高鐵去昆明 這裡就是昆明的機場 剛剛大家看看這裡的環境 打算叫車去這個酒店 所以我們這裡寫著網約車B3層 所以我們現在就落B3層了 等車的時候有人派了一個地圖給我們 其實是一個旅行寫的廣告來的 有很多這些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西雙版納四日三夜 帶你來港中間 不過我們就會自己去 雖然不會參與團 但這個地圖也蠻好的 現在是下午8點 保安天空終於黑齊 我們現在離開高粗公路 我在Trip.com訂了這間七彩雲酒店 在Reception旁邊有這個飲茶的地方 膠都很繁忙 有兩張雙人床 這個 這個 這個看得很遠 兩個小朋友最喜歡就是這個大電視 帶大家看看這間房的廁所 有一個棋缸 花灑棋缸 我們剛剛在藥房買了一些高山藥 他建議我們今天就開始吃了 其實我們大約一個禮拜之後才去到麗江 不過他說要提前吃這些藥 他說一般外省的人 就要早兩三天 出發前早兩三天就要吃了 我們剛才買了這些紅景天粉 他說是沖暖水喝的 大人每天兩包 小朋友每天一包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來到酒店下面附近 有一條街道 來這間 買牛翁 先切牛肉麵糞 買牛翁叫了一個牛肉麵吃 這個牛肉麵還有一個小食 成為19.8 這個就是我們的套餐 豆腐 看來是辣的 所以是我和M&M Bar吃的 牛翁很虛衡 很多人吃 我們吃了一碗 牛肉麵都非常好吃 三七幾都有很多熟食 有些串燒和蒸包 有些串燒和蒸包 人吃早餐吃這些 五谷集糧粥 有皮蛋小肉粥 小米粥 這些應該值得吃很多 我們現在叫了車去西山風景區那邊 稍後應該會乘搭一輛鎖 預計我們乘半個小時 便會去到那個景區 小朋友我們現在來到昆明了 你知道這裡的海拔是多高嗎 1,900米 1,900米 這裏平均氣溫 全年平均氣溫幾度 十五至二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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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舒服的溫度 所以一般人都會叫這裡春城 因為非常適宜人居住 我們來到昆明旅遊索道 到那裏下車了 這裏就是西山索道的售票署 我們要先買票去搭索道 要買兩大兩小的索道門票 大人雙程100元 小朋友雙程50元 原來1.25米以下不需要買票 現在屬於暑假的旺季 所以大家看到人生人可 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看到很多人來 我們排隊排了半個小時 就可以上纜車了 這個纜車應該可以坐六個人 不過他竟我們一家四口 就讓我們自己坐了 西山坐落在田池的西岸 又叫做碧雞山 元代的時候 列為田南八景之首 是中國第六代的高山湖泊 真是很遠很遠 看見好像海一樣 大到大到 這裡高山湖泊有很特別的生態環境 有很多魚類和水鳥 剛才司機告訴我們 有很多海鮮 有些人都喜歡來餵海鮮 我們現在搭一個索道 上山 這個西山風景區 也是昆明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妹妹剛剛問這個湖是很深的 20米 最淺是10米 最深的位置是20米 知道嗎 所以其實 沒有鯊魚 鯊魚是沒有的 鯊魚是在海的 我們下車了 沒那麼快 中轉站 我們應該要上山 有這麼遠 我以為這裡就是終點 不是 這個是中站 還有一個上站 現在我們就由中站去上站 又來這裡沒有夢 怎麼會恐怖 那個真是網 對 下面有路 公路 下面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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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條路 這個山有條路 這個山有條路 你看看這裡有多漂亮 風景 哇 還有一條路 哇 還有一條路 山路 哇 還有一條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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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cks加了 哇 哇 又搖 哇 好 我們去到西山的終點站了 現在要下車 這個是西山 這裏 раздел 由於下車 搭嵌車上來 原來還有一個龍門觀光索島 是一個車陶 啊 這裡還有一個龍門景區跳舞中心 這個索道那邊又要再買 知不知西山景區最高的山多高 2,400米 叫做大佛頂 在上面 是啊 那裡如果要在玻璃樓梯那裡 拍照20元一次 有很多人排隊 我們來到這個龍門景區 買了一個成人套票 65元就包景區和搭價索道下來 還有這輛觀光車上山 小M因為未夠1.2米 所以她是免費的 大M就是半價的 星期日 所以很多人 我們要去坐那輛觀光車在右邊 這裡有些食物 有手工包子 有粟米 有饅頭 有小腸 小腸 那排隊呢 排左邊就是去龍門索道 那右邊就是排電瓶車的 下來搭charelift 是啊 是啊 因為上去太多人了 這個charelift龍門索道 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下山才坐 根據這裡的導遊的建議 我們會先坐電瓶車 我們會先坐電瓶車 一輛車都可以坐到十二個人 十三個人 我們現在搭了電瓶車 大約幾分鐘 就可以走到龍門索道的起點 找到你們在哪裡 看一看地圖 現在是三清閣 可以走到珍武殿 之後鳳凰岩 然後有個慈雲洞 然後到龍門石坡 三清閣龍門小石林簡介 我們現在要進去這裡 三清閣 這個三清閣 也是昆明市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先走上一堆樓梯 在明代的時候 西山是居雲南四大明山之貫 去到清代 昆明百景裏的田池夜月 就是西山的田池夜月 就是西山的田池夜月 下面那個 每個人都走去摸摸這個財墳 他要做 玉寧冠 我們拍一片 不可以幫我們拍一片 名是作詩 這位師傅書法家 就可以寫首詩給他 七步城詩 用這個名字作首詩出來 裏面又有一個財神 主假的星期日 全都是人 有個道士曾經隱居於此 他說這個孝牛泉 泉有鮮紅洞 泉有鮮紅洞 走進去吧 這裡才是龍洞 這裡叫做人山人海 這些就是中國暑假的景點 全部都是人 走走 別往上面爬了 不停叫他們不要爬 他們還是要爬的 命也不要了 這個暑假為什麼 MN Bar會決定來雲南省呢 其實是因為 它是一套內地好紅的電視劇裡面 看到一些很美的風景 那套電視劇叫做去有風的地方 那裡其實很多場景都是雲南省的大理拍攝 就是因為這樣 MN Bar就叫焦媽安排一個雲南自由行 好嗎 有沒有氣啊 有 這麼厲害 我都沒什麼氣了 現在走回到索道那裡 今天這個 星期日走這裡 這些旅遊景區真的爆多人了 看到網上那些 人貼人的景象 現在親身體驗不到了 不過這裡的風景確實是一絕的 排索道了 這個景況 你不用怕了 就這樣坐下去吧 坐上了這個索道了 排了差不多半個小時才能排到上來 你很怕 你坐得很緊張 雖然這裡都生瘦了 你看到 好害怕 你真的很害怕 慢慢欣賞一下這裡的風景 有點害怕 這個東西在那裡 說錯了 是不是天字 是天字 這個普通話是讀天尺 但是廣東話是讀天字 這個很特別的字 之前我也不懂 我們在這裡 踏索道也踏了差不多15分鐘 雖然排了很久 但是這裡的風景真的很美 景色優美 饅頭 我也想吃個饅頭 8元2個 粟米15元2條 還有糯米雞 荷葉糯米雞 15元2個 已經玩了差不多3小時 都是龍門景點 好玩嗎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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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米最好吃 是嗎 我們現在就搭索道 搭下去了 小香最喜歡這個位置 是嗎 最喜歡搭索道 是嗎 衝進去 好恐怖 要掉下去 好恐怖 有機會 好恐怖 要在這裡掉下去 這裡的風景 哇 這裡的風景 真的很美 下面有小屋 很有趣 十十歲了 OK了 沒問題 剛才我們在龍門 看到我們的廟下 那幾個廟下 那幾個廟下 是我們的龍門 剛才那裡 我們搭完那條西山索道之後 就去了旁邊的海根公園 正門去到西門 20元一個人 海根公園的南面 連接碧波浩漢的田池 有整個2.5公里長的海岸線 現在不是吹海風 是吹湖風 因為這個是湖泊來的 不是那位演員 是吹湖 吹來的風也很舒服 很涼爽 就是這樣 海根公園 真是由人消閒度假的好去處 春天和冬天的時候 還會飛來一千上萬的海鷗 大家還可以坐在這個大草坪野餐 這裡的人都很喜歡帶鮮花 在海根公園走一會兒之後 我們就找回車搭去行龍商場 兩位小朋友一上車 又睡覺叉叉電了 搭車大約搭了10分鐘 我們就去到行龍廣場 兩位小朋友玩了半天都有點累了 我們在商場找了一間飲品店 坐下來休息一下 喝杯 這裡有個這麼美的瓶 汁鮮梅 鮮梅 鮮梅 我一天喝淡包 不一次喝淡包 這個商場都很大 不過星期日的人流就不算很多 這裏就是昆明行龍商場 我們現在搭車來到南平步行街 這裏是一條民族小吃街 是我們剛才搭車的師傅介紹的 現在雖然下午6點 但是現在太陽還是很猛烈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有什麼民族小吃 這條叫正義路 這條叫正義路 我們就走一下去看看有什麼吃 走夜市 旁邊有些彩給人坐 烤蒜吃 這家小朋友現在被他吸引了過來 可能烤牛 我喜歡吃養 很大袋 很大袋奶茶 13元 在這裏 我想喝 很可愛 青檸水 已經16元 我們在這裏等著烤串 大羊肉串是10元 西牛肉串是5元 現在已經是晚上7點 不過現在還是日光日白 今天天黑的時間是晚上8點 所以我們還有整個小時的日照時間 那些羊肉串和牛肉串都來了 這個很大的粥 這個辣的 我們點了一個辣的 羊肉串 先試試 媽媽你吃我可以給我吃嗎 是辣的 這個不辣的 這個不辣的 我們買了關東煮 總共是5吋 這個十元 這個章魚燒也不錯 鹹鹹大黃 章魚燒 我也想試試章魚燒 坐下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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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這個章魚燒串子 好吃嗎 我們現在在昆明老街那裏 掃街 在那邊播放Beyond Beyond的媽媽真的愛你 是不是有人在跳舞呢 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在Cosplay 動畫人物 穿得很漂亮 這邊就是那條老街 這裡有一個動漫館 正義方購物中心難典 你知不知道我租金多少錢 七彩雲燒 經常看到這裡寫 這裡有昆明的明幽小蛇 為什麼不可以白彩雲燒 七彩雲燒通常是七色 這個彩雲燒 這裡有七彩雲燒 原來是賣珠寶的 這邊走去叫雲端公園 咦又是聶爾 聶爾住在雲南 聶爾就是國歌那位作曲家 這裡好像有些東西吃 烤奶 什麼來的烤奶 18元一份 好 為什麼越南這個 什麼 津玉三文治 為什麼是昆明老味道來的呢 越南麵包 咦 這麼多人買手機殼 這裡 這裡有個昆明的寶寶故居 就是這裡 又吃多串牛肉嗎 好 那讓你多吃一串吧 二串 二串 二十元三串 二十元三串 怎麼買薯片呢 炎炸土豆片 我們點了一個海豚味 還有一個五香味 十元一包 這裡有鮮花餅 還有些什麼 雲腿蛋黃酥 到這裡 咦它立刻在焗爐裡拿出來 我點了一個玫瑰花餅 和梅梨花餅 好可愛 我沒吃過花餅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四元一個 這個就是玫瑰花餅 試一下 拔它出來試一下 這個甜甜的 我是不好味的 應該是玫瑰花餅 裡面是紫紫色的 紅色的 好味 很甜的,嘗嘗,很香,很香花味 玫瑰花蓉 好吃,很特別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走到8點了 這兩個小朋友有點累了,所以我們現在乘車回去 乘車回去酒店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次在雲南昆明的分享 讚好這條短片,留言給我們 記得分享這條短片給想去昆明玩的朋友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資訊,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在步行街,吃完東西,走完街後 就叫車回酒店 稍後我們會分享 在大里,蒂江和香格里拉的旅程 大家再教一下小鐘,就不會錯過這些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